謝謝我們主席 跟我們 市長跟各局組長大家辛苦了 不好意思主席那個時間先暫停好不好 我先跟高雄市議會講幾句話好不好 時間暫停 時間暫停 本席要在這邊跟高雄市議會說 管理不要再這麼鬆散 高雄市議會改一個議員的總諮詢時間 議員本身不知道 太誇張了吧 荒謬耶 從上禮拜五 被本席發現之後 本席立即要求 高雄市議會要出道歉函 今天禮拜四了 連效率都這麼差嗎 事前的尊重做不到 連事後的尊重都做不到嗎 我希望在今天 看到高雄市議會道歉 涵涵 在本席的手上 而且要高雄市議會大意 尊重一下議員好嗎 謝謝主席 接下來本席針對我們高雄市要面對的疫情困難 來跟大家做報告 其實大家都說高雄 高雄都超前部署 台灣都超前部署 台灣都超前部署 台灣超前部署的 結果是什麼 我們在這個禮拜 得到 新增確診數的 世界第一 這是一個 非常 可嘆的一個 名譽呀 高雄市政府號稱 台灣的防疫模範生 現在累計確診數是全台第五名 跟台中在拼 拼第四名 我們昨天新增確診數 一天 6805名 已經贏過台中了 現在真的是第四名了 難道你還要 追到北部 一直這樣子爆發下去 我們有可能會變第一名 高雄確診數已經破五萬了 但是我們面對了什麼 第一 防疫旅館不足 打電話沒有辦法預約 還沒有人接 通話還會被掛掉 我們理想化就是 我當天預約當天就能入宿 因為有些人就沒有隔離的環境嘛 住家裡不方便 住宿舍也不方便 他就要花錢去做防疫旅館了 為什麼沒有辦法 因為不足 PCR 釀能也不足 人家台中 林立委 PCR結果兩個小時就能出來 為什麼我們高雄要等一天 我們至少都等二十四小時以上我們才知道PCR的結果 第三 其實專家學者都一直建議 快篡陽慶舊頭藥越早頭藥越早見效 越早頭藥越有效 但是我们现在的状况是什么 我们等PCR单 然后等居隔单 等医生 等排队 等括号 拿到要至少都要三天以上 有些还会等更久 因为医院就是care 就是排不进去 第四 快筛 高雄市 中央集管署都一直说快筛 足够快筛足够 本期在这边告诉你们 什么叫快筛足够 就是我去买 随便买都有买得到 我还可以选择 我要买贵的买便宜的 我要买准确度好一点的 还是我要买什么都可以 就像现在的口罩 我要去买就买有 这个叫做快筛不缺乏 现在还是要排队 你怎么可以讲得出 快筛不缺乏这种东西呢 睁眼说瞎话 第五 现在医院 只有中重症能进去 医院呢 医院就是要治疗病人的啊 现在还限制病人 你没减重你没得进去 这个是什么状况啊 所以我们高雄突破五万 也有评估一定会大爆发 到底要怎么去面对 高雄应该要好好的思考 因为我们现在 医疗量能就是不足 其实很多死亡个案都是死在家里 还有民众确诊了去医院 人家跟你说 你这个轻微啦 不用来病人啦 你回去住人等 等到哪 等到在住人室啦 我们现在累积死亡数已经一千一百七十六了 还有很多黑数还没有加进去 重症什么叫重症 就是你进去医院 死亡率高达七十九% 就是你住在病人啦 死的病人哦 有什么会死啦 这么严重的东西 中央没有办法 高雄的医疗量能也没有办法 我们该怎么面对 接下来的问题呢 还有我们的快筛政策啦 现在确诊者 是七居隔七字组 什么结果 为什么我们有人在问说 为什么我们确诊者收到了 没有收到关牌包里面 并没有快筛事迹 因为中央说 确诊者 你只要有七天居隔 你第八天 你不用筛 你无论不管 你筛出来是阳性阴性 反正你就是不用筛 你就是可以出门 这是什么问题 病毒出关啦 你有筛没有筛 你怎么会知道你的病毒数 你怎么可以放着确诊者 在外面爬爬罩 第二个 同住者 现在是零加七 就是两天阴性 快筛阴性就可以出门 真的还蛮可笑的 就是确诊者不用筛就可以出门 但是同住者 却还要筛 筛就算了 你没有办法去验证 难道你会走到一个人面前跟他说 听说你是同住者 你今天有没有快筛 这个是 纯粹就是道德良心问题 陈思东还讲什么 快没有筛就没有确诊 现在政府不处理问题 就只会讲鬼话 变成现在病毒到处跑 黑素 盖牌素 跟暴击率 我们都很难去掌握 接下来 其实我们高雄 有23个PCR採检站 但是只有7站是车来素 有16站是医院 现在大家都知道 医院的量能已经不足了 不要再进去医院 不要再塞在医院里面了 所以我们这边要求 是不是要增加PCR站 而且要增加我们 北高雄的站点 因为 市长你说过 你呼吁 大家要就近採检 但是我们北高雄 就没有办法就近採检 我们就是没有站点 我们也没有医院 所以 是不是要优先在北高雄这五区 做一个PCR採检站 因为我们那边 大部分就是长辈 或是小朋友 他们在交通方面 是真的很匮乏 那一般 一般的 就是年轻的 他们又在上班 所以其实很困扰 所以变成说 其实我们那边 黑树也很多啦 因为 就是太远了嘛 你叫我去PCR也太远了 而且也会影响 有的时候可能会影响到 做生意也好 上班也好 这个都还蛮困难的 所以只要你增加PCR 赞点赞 我们就能尽量的去掌握各区的问题 因为我们现在 陆主 铁定湖内阿联田辽 目前已经 确诊数高达 2810人了 我们真的是活得人心惶惶啊 接下来我们高雄校园大爆发 昨天发了一个什么 下礼拜一到礼拜三 远距离教学 就是不要去学校了 家长一直在问 阿你停商店的意义在哪里 我们看不出来 我们要的是 是不是可以尽量加速我们 6到11岁疫苗施打 然后另外一个问题 就是我们12岁的孤儿 因为现在学校施打 都是针对6到11岁 但是12岁 他又是另外的伎量 就是他算成人了 台南都能专案入校施打 我们高雄能不能做得到 台南已经在做了 我们高雄尽快好吗 接下来就来看快筛发放问题 真的还蛮有趣的 学校按照规定 跟教育局领快筛 回来发给学生 今五天后 学校被通知说要缴回快筛 学校就在问说 阿学生都用完了 要怎么缴回 为什么卫生局发生的问题 要一个学校来承担 卫生局现在真的是 问题重重耶 还有最近很爱去开箱光怀包 很爱去大内宣 还说什么 还有黑色条条 但是现在你就看右边就好了 那是一个某位确诊议员收到的光怀包 他就他也没有黑色条条耶 他也没有体温计耶 他连泡面都少三包 饼干也少了 连咖啡抽帽帽都少了 所以大家就觉得 你在新闻上 在媒体上宣传的这么好 为什么我收到的 就是那么的了效 接下来就是看我们疫苗预约系统 人家台南的 目前都还在使用 而且可以针对疫苗种类跟院所 还有时间下去预约 但是我们高雄现在是怎么样 要每家诊所去打 说今天能不能打 哪个时候能打 大部分都是要现场排队啦 所以变成要吃打的人 尤其是要上班上学的人 他很困扰 因为他每次问完 每次没有办法去现场排队 或是去现场排队排不到 他又要再去排一次 所以我们希望人家台南做得到 别的县市做得到的 高雄也要做得到好不好 不要有一个系统 没有用 接下来这上面的疫情问题 是不是请我们市长针对PCR站 是不是可以增加北高雄站 还有我们校园的12岁的专案师打 做一个明确的答复好不好 可以或不可以去做好吗 市长请答复 市长谢谢林医院指教 那个我刚刚看了 一些相关的一些统计资料 包括卫生局提供的资料 在我们本来规划 我们本来的规划 大概在入独地区 要设一个社区筛检站 因为人数现在比较越来越多 所以我们的评估现在是有需求 这个我们会设 大概哪时候可以设尽快好吗 我们大概最快的时间先准备好了 因为人数也会越来越多 就是因为人数多的问题 第二个你刚刚讲的一些数字 有一些不太对了 像防疫旅馆那不是饭店 你要住就住 那个是有条件 比如说你是75岁以上 或者是怀孕的妇女 有设定的条件 那是有异大 没有那个是加强版的防疫旅馆 跟集点锁 那个是不一样的哦 是另外有一般型的防疫旅馆 人家只是要约一般型的防疫旅馆 我们在防疫旅馆是提供给居家检疫的人 居住 现在都是以居家在家里面的 人家就是居家没有环境 他没有办法一位一室 那我们的现在居家隔离 全台湾大概都一样 现在都在家了 因为这是现在在做的制度 PCR的速度 李议员你可能去问你的同事就知道 早上采检 下午就通知结果 两个小时内可以吗 人家台中就两个小时内呢 那个李议员你去多问几个县市 我不方便在这里去做比较 我们高雄是最快的 你问你的同事就知道 那第三个快筛 那个快筛 高雄是从1月23号在诊所 免费快筛 只要呼吸到症状 你去诊所就可以快筛 就是一定要有症状才能去诊 那你生病当然去医院嘛 所以我们就筛 我们现在呢 诊所在大概阳性率 就是说你有症状 然后去诊所就医 只有23个percent 是快筛阳性 那快筛阳性 到最后PCR确诊 在快筛阳性当分母这样来算 大概有85个percent 那所以这个是全台湾只有高雄有 从1月就开始到现在 我们现在每天在诊所 大概有4000位的民众 在接受呼吸道症状有免费的快筛 你也可以去其他的县市 问问我们高雄是不是这样做 那最后一点我补充 我们的病床数准备现在是2000 你也可以去问其他的县市 按人口的比例 我们准备的病床数是多还少 这个都是客观的数字 那我讲这个不是在做比较 我讲这个数字是说 我们对疫情有一个评估的一个标准 我们就按照疫情的评估的一个标准 高雄市也开始在做什么呢 我们的居家招呼是全台湾做的最彻底 做的最好 为什么 因为我们在诊所就可以快筛 你诊所可以快筛阳性 那就可以直接开药 所以我们无缝接轨的原因 大家都不清楚说高雄为什么 昨天马上就开始 其实我们快筛 因为我们诊所有快筛 其他的县市你可以去问问看 所以我们一步一步的 现在的Omicron的病毒特性 不是在追求说确诊数目怎么样 而是在于确保我们的医疗量 我们要把我们的轻重症分流 你一定会对的 你看你周遭的 我们说我们议会 还是说市府 当然很多人对嘛 代表说这个病毒已经在我们的社区 你要清零是不可能 所以我们要未来迈向逐渐的 跟病毒共存的状况 我们就是要把我们的轻重症分流 所以我们的计诊之后 你看一下就500家 我们是全台湾人数最多的地方政府 快筛是四季也足量的充足 这个都是要感谢我们议会 还有我们的议员 大家共同的支持 所以我们面对病毒 我常常讲面对病毒 我们要谦虚啦 这个病毒千变万化 你看从以前AlphaData到现在的Omicron 所以没有说大家都做好 这个面对病毒 没有大家有十足的把握 但是我们就是要努力 在每一关每一关每一关 我们就把它守好 所以我想这个也是非常 谢谢李议员刚刚在提醒说 在路逐地区确实有需要 那我们会加紧的来 筹设社区筛检站 因为我常常在跟他们 那个亚主议员 我常常在跟他们提醒 我说北高用的地区 阿联工山 伊伯 到欧来 路逐家庭 英安 这些人要筛检有更麻烦 所以我们过去 如果有一些群聚像路逐 之前有人担当去台南的 你知道吗 那时候我们筛检站 我们就直接设立路逐卫生所 所以也都希望说 可以更方便 给我们的乡亲输用 所以未来 我相信说这几天我就拜托 这个房局长 乡亲在路逐地区 有一个社区筛检站 也能够提供在北高雄 尤其在路逐 阿联 家庭这个所在 民众来使用快赛 这个PCR的筛检 因为现在施打是6到11岁 我们其实5月就已经 5月初就已经开始在打 所以12岁 莫德纳 12岁有吗 现在的问题就是12岁的孤儿 现在大家入院入校施打 都是6到11岁 2岁应该是算成人 所以他之前有一些已经打了 那这个部分假如说 他已经在学校就统一施打 我们来施打 这个没有问题 因为台南已经都已经在专案施打了 希望高雄也能做 但是我还是要提醒大家 就是说莫德纳其实跟BNT差不多 效用就有疫苗就赶快打 安全性的部分 其实两个差不多 就赶快去打 不然你现在莫德纳 煮到10% 有疫苗没人要煮 现在大家要煮BNT 我站在医师的角度来看 两种疫苗都差不多 有就赶快打 这个是我想在防疫上 最基本的一个原则 那防疫叫为什么放三天 因为有一个礼拜六礼拜天 礼拜一礼拜二礼拜三 总共有五天这样加起来 所以我们就让这个疫情 在校园的部分稍微缓下来 不然之前大概五天前 一天平均 我们大概是400个同学确诊 我们的小朋友 那最近高到900 所以这个疫情有逐渐的 在我们的校园里面逐渐的升温 所以我们要采取一个比较 这个这个 立即性的一个措施 就先让这个疫情稍微这样缓下来 所以我想五天 大概可以让我们的这个 平均的Omicron的三天的这个减肥再加两天 就是差不多 那五天的时候 我们再来做观察 在整体我们小朋友的一个染疫的状况 再来决定说 未来在线上线下放课 怎么样来让我们的风险可以控制 那学生也可以在他的受教权 受到最大的保障 谢谢 好谢谢我们师长 其实每个小朋友都是我们的宝贝 我们家自己有一个一年级的 所以我们也很担心 到底要不要上课 到底要不要停课 然后我们也希望说 12岁这个疫苗过的部分 我们高雄市能尽快来施打 那接下来针对本期 地方议题来做个探讨 因为其实一直在说 中路社区活动中心的规划案 因为当初我们就有去评估 他原有的建筑物就已经漏水 钢筋外漏 然后也去请雇物公司来估了 他就说 你现在的维修费可能会高于重建的费用 所以那时候就有跟那个学校去探讨 说因为学校还有个闲置空间 他大概那个闲置空间 10年前到10年后都是没有用的 所以一直觉得说 那边是可以做个 就是跟社区结合的一个建物 那无论是小朋友也好 或是额少据点 关怀据点 或是相关的社区或学校的活动 都可以搬在这个地方 让地方跟社区可以结合性 因为一直在说要让无建造的活动社区去协助他们 但是其实无建造是真的很难协助 你就干脆让他既然有空间就让他重建 那也让我们小朋友能有更安全的地方 这部分是不是请我们市长答复一下说 可不可以尽快好不好 因为台湾梦 其实每年都要评估 好不容易在关怀偏乡弱势儿童的部分 有申请专案下来 但是你们师府的建物没有办法符合规定的话 我们就会变成那个专案的问题 能不能做市长可以吗 市长请答复 议长谢谢李议员指教 这个案李议员都很关心 为头到晚我也要感谢李议员的提倡 这个案现在为头有工作在办 工作在四月二号召标 在五月十月完成资格的审查 在五月十月就要办理评审作业 所以我们现在就已经在进度了 那有预计哪时候可以建立完成吗 明年大概就可以完成 好我们也谢谢我们师府这么关心 我们中路儿少据点跟关怀据点的部分 也希望尽快能看到好不好 那另外一部分就是我们各里的理维护费的问题 其实目前我们高雄市各里的维护费只有十万块 但是里长就一直在反应你一年喷两次跟革药就要六万 然后你登革药宣导一次就要一万 然后除草一年就要三万 尤其是我们那边如果范围比较大的话可能又会超过三万 那其他的你不能再多除一次 因为再一次就要三万不够 所以只剩下一万块维修广播器 广播器一个基座就大概要五千到六千 然后还有线路的问题 所以它维修起来 其实一万块你大概只能就是动一个位两个位用 所以我们现在变成去公所 连广播器的维修都没有办法发包 因为没人要来拼 那贪不值嘛 然后所以里长就一直反应说 我们还没有合并前 我们高雄县区的维护费是二十万 为什么我们变成高雄市就变成十万 所以我们是不是应该要把 把我们的维护费提到二十万 市区怎么样我不懂 但是我知道我们县区真的很需要 我要够分一个糙子都没办法 因为没钱 这部分可不可以变成二十万 这市长可不可以决定一下 尽快好不好 不然我要够分一个糙子都没钱可以分的 市长 市长请打呼 议长谢谢李议员指教 因为这也看着全部的区域 你和主机处我们再来 去评估一下好不好 其实去查 都可以查到我们以前县区就是二十万 我们认识了不太好呢 是啦 我知道啦 我大院他在区域太阔了 我们高雄市都在管区嘛 如果市区觉得他们十万OK的话 那就是以旧县区来评估嘛 如果有里长有需要 我们就提出申请嘛 好不好 我想我们来算一下 再马上跟李议员报告 好不好 谢谢 谢谢我们市长 为什么要说这二十万呢 因为其实说真的他不只是 呃 就是灯隔热 其实大部分都花在灯隔热跟除草份上 但是其实 一他的里公共建设环境改善的滋用要点 其实他可以做很多事情 连里活动中心的修建 就是换灯泡啦 那些换玻璃啊 那个都是可以用这边出 但是我们就是不够钱 所以很多东西都没有去 没有办法去做 也没有办法去维护 所以这是一个理很大的问题 那接下来就来看那个北高雄纳谷塔 塔位不足的问题 我们来看湖内 湖内他的排位有808 他的塔位有4195 但是他现在能用的有多少 一个剩107 一个剩353 民众就一直在说 啊我 我最后想要在湖内啊 就是想要在自己的家乡啊 为什么没有位置 因为其实你剩 你一个区域你只剩300多 就是大概就是那种边边角角 然后顶上底下 然后方位没有办法选择的一个地方 所以到最后很多 我们那边的乡亲到最后都去 变成去私人的殡葬设施 很多我们那边还跑去台南 所以民众就一直反映说 我们想要留在自己的家乡 然后第二个 入主的纳谷塔也是有这个问题 他虽然现在目前 他在四月评估是有1282座 但是其实我们阿联 目前有两个公墓在签葬 其实我们因为我们阿联没有纳库塔位 所以我们都会过去入主 所以目前的塔位数应该会低于1282 所以低于其实你低于1000以下 就会变成很多人连方位都找不到 所以很困难的问题 其实这部分尤其是湖内一直有在申请 但是市府一直没有支持因为其实湖内 湖内在前两年其实有预估要做2000个塔位 但是被驳回了 所以到最后只做了200个 你看他做了200克 然后过了两年只剩下300多 所以一直有匮乏的问题 所以也希望说市府能支持我们塔位 因为最后一里路 你为什么不好好保护自己的市民呢 那另外一部分就是我们决定的海岸公园 需要市长来震怒一下啦 虽然在市区的行人道有机车行驶 大家争议很多 但是我跟你说 在我们海岸公园的步道上 完全没有争议 因为很多人机车行驶就是撞到我们在那边运动的人 但是一直在跟水利局反应 那水利局就说他们开罚单很困难 但是好像没有开出任何一张罚单 这是我们觉得最困扰的一个点 所以没有办法去防止这个问题 所以是不是应该要市长来震怒一下 我们那边就可以开罚单 我们那边就可以解决掉我们汽机车的问题呢 那另外一部分就是北高雄的双鸡到底在哪里 2020年其他的学校都已经有双鸡有冷气机 有空气清新机 为什么我们北高雄到现在还少了一只机 尤其是本系一直在强调的 鞋定清达港发电厂旁边 所有的国中小都要优先来装设 尤其是我们空气清新机 因为大家都知道空气品质十分的不好 悬浮威力十分的严重 有的时候你早上起来七点多 雾忙忙哦 不是不是物是粉尘为例 所以其实当初在这个双鸡的政策 在111年应该全校全面性全高雄市的安装完毕 但是到现在我们等不到另外一只机 所以针对鞋定入竹湖内 有在工工业区旁的发电厂旁的都希望优先来设置 尤其是鞋定 很多学校都说他们明明就有申请 但是他们今年度好像没有通过 优先要求鞋定所有的国中小都要在今年度或明年度就专设完毕 那接下来就是说我们运动中心 运动中心 新闻讲得很好听 但是公务局的就是我们希望这个是在露竹公园的土风湖场地 一直能遮阳的一个部分 但是公务局真的理由很多啦 但是我们看右边人家停车场都可以有遮阳的太阳能 宠物公园也都能有遮阳 为什么我们人在运动的地方没有办法有遮阳的部分 所以我觉得公务局给我的理由是没有办法接受啦 那另外一部分就是我们鞋定运动工学的风雨球场 其实刚落成还没有验收 但是问题很多啦 下雨就漏水就淹水就积水 这是个很严重很严重的一个工程 因为他已经延宕两年三年蛮久的一个工程 没有办法没有想到他起要启动之前 居然是被我们在地里面怨声载道 就贴家买死啦 另外一个部分就是一直在说的 我们高雄补助比赛资源不足的部分 其实这个补助办法只有全高 就高雄市前三名还有全国比赛前三名才能申请 就表示他要先拿到第三名前三名他才能去申请 但是他只能申请什么 火车自强票啦 然后住宿费只有一天只有五百块啦 然后膳食费一天只有两百块啦 说好的要发展我们的高雄运动 但是我们看不到高雄市的规划在哪里 一直在提说要修改办法 不要让选手要去比赛的时候 选手跟教练要四处去募款 我觉得好心寒喔 人家在为高雄比赛在为台湾比赛 我们政府居然没有办法给他帮助 连让他坐个高铁 住宿做住好一点吃好一点都没有办法 我光这个案子讲了多久了 至少两年了 去改去做好吗 接下来就问说那个农地建物就地合法的问题 因为大家都知道现在特登 已经在针对农地工厂做一个规范规定了 那接下来就是特目的问题 既然有污染的农地工厂都能就地合法 我们这些没污染的农地建物是不是也可以就地合法 因为说真的第一他没有污染 还有看完这个陈琴建 这个就是个伯伯 他就是在旁边种产物 然后你看里面就是他的根做机械 包装箱 家庭环境没有很好 他有的时候为了构产 他都要住在里面嘛 你现在说他违反区域计划法 要把他的东西 要把这个建筑物拆除 他很心寒啊 为什么 一个真的有在做事的农民 受不到我们市府 受不到我们政府的保护 但是有污染的农地工厂 就是因为他们是财阀 他们是财团 所以他们就有法令可以保护 还可以就地合法 我们希望在中央还没有相关规定之前 我们高雄可以有 可以循着特登特募的方式 来针对我们高雄市的一些农地建物 能有一个合法性的问题 不然这个伯伯就问我说 你听到我要去住吗 好啦不然去住市长的官邸好了 不然人没有地方住 另外一部分 西瓜农榫 其实这部分 亚洲为什么会一直很探讨说我们为什么今年我们西瓜没有农榫补助 历年度 其实我们高雄都一直有西瓜补助 那台南最优先就是在4月20号就开始做申请 那其他县市也会陆续申请 但是高雄就是没有 到底是高雄没有去做 还是怎么样 难道他的农榫会因为县市而划分吗 高雄市就在我们旁边说真的 尤其是我们那边 看过去就是台南 台南就是能补助 在高雄就是没有办法补助 我也觉得非常的困惑 明明我们曾经就有西瓜农榫这个补助案 每年度都有但是我们今年就是没有办法通过 接下来就在看我们鼎寮温的联络道问题 你在看现在2022年了 我们现在的渔温 他进出要用竹筏 大家可能想象不到 一般市寮 一般漏都要用竹筏 我们也希望说现在这个在那个 渔业专区里面 是不是可以针对这部分 让他们做个联络道 让他们无论是在运飼料也好 渔货也好 都能好好的用车子去载运 不要用人工搬运 现在2022年了 好累哦 为什么连专用区都没有办法做一个好好的改善呢 那接下来就是一直说的 阿联到乔科高铁下的联络道 你看现在台南2007年已经开辟了 高雄已经等多久 高雄等了15年 小朋友都大了 15岁在干嘛 应该是高中了吧 小朋友都长到高中了 但是我们看不到高雄的开辟 尤其是你这边开辟 针对乔科来说是一个非常方便的一个便道 就是因为其实这边离台南的高铁站非常的近 所以我在部门咨询的时候就有说过 我希望我这世人看我这个路的开辟啦 接下来就是交通局 这个路口 从你们改善到现在 我从三远被骂到现在 到现在还是一团乱 你看路面 你们还画黑漆 然后还在那边图图改改 你白天看还好呢 你晚上看 灯打下去 尤其是下雨看 那边是完全模糊不清的 你看不出什么是白线什么是黑线 所以我们一直在希望说既然如果你标线 都现在都完整了 你是不是全部重新刨铺 重新化 这样才安全嘛 要不然民众就下雨天看不清楚 撞到了谁要负责 交通局你真的要出来负责 尤其是你们还敢把这个路口 放在你们的脸书上宣传 还说局长亲自去看过 夹得一团乱 你看一下 左转道 你看左边那个照片 要往信义路 你你画左转 其实信义路是前面直直的那条路 民众就在说 你画左转是叫我左转是不是 但是信义路其实是直直的 所以你们改到现在还是有很大的问题 还有这个路口要出来担心到什么的 红绿灯的架设 尽快修正好吗 我已经被骂到现在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交通局的问题是在骂议员 还有也跟我说 阿联国中的侧门 红绿灯要装了 诈骗集团啊 4月底跟我说要装了 现在多久 现在什么了 5月19了 还有我们死亡路口 因为我们那边的红绿灯 很难争取 就是因为车流量不够啦 然后巴巴巴巴巴 预算不足啦 理由一堆啦 OK 现在一条人命 能不能换到高雄市政府的重视 换到一座红绿灯 要不然民众就说 市府不关心的话 那我们就自己 筹资自己来装了 好心寒哦 红绿灯要自己我们筹资来装 接下来看我们 各区其实一直有路面 均裂凹陷 均裂严重的问题啦 其实 北领民友路这边其实很久了 那我也讲了快一年多了 但是就是没有办法处理 还有明治路 一百六一百六十像这边也是一样 他已经全部杀石化了 也是没有办法做 还有我们的前庭举光路 你知道他那个凹缝 已经凹到可以长草了 那边已经长草了 然后路面凹陷 其实对机车跟 跟两轮的 或者是汽车来行驶上 其实都有很严重的问题 那还有我们中山路一段385像 这边他是斜坡哦 而且进去就是所有的住户 但是你看他也是杀石化了 他搞了他就看不到楼底啊 就看不到博友了 所以还蛮严重的 那我们中山路二段二项53号道路 管线凹陷军裂 不知道该讲什么 就是没有办法处理 那我们阿联区岗山里 道路规裂这么严重 也是没有办法处理 其实眼睛都看得到 其实这一下雨就是坑 就是水洼 就是危险性 但是市府 就是在道路泡沫上 就是 没有办法完善的去 整改我们所有的道路 所以我们希望以上所有的议题 我们各局处 都能重视我们北高雄的发展 跟我们 北高雄的需求好不好 谢谢以上 还是市长答复 还是市长答复 请市长答复好不好 要不要答复 还是市长答复好不好 还是市长答复好不好 這比較北平的就比較慢收 所以我委員在建議拜託農業局 委員再去看看從優來看怎麼樣來認定 雖然不符標準看怎麼樣能夠幫助我們的農民 這是第一點 第二個 頂寮的委員會去那個橋 那個橋不適 所以海航局現在找相關的委員會來開協調 來玩那個橋要做到底要花多少錢 當然用比較耐用 可以比較久的來幫助農民 漁民有參加農會有參加漁會都有 這個我們來投協作看看 另外就是這個陸屏 陸屏我相信李宴你若要花很多條路 你就知道我們高雄市民族實在是太高 所以我們醫生裡面就一條一條有需要的時候 我們就趕快來做 加減說把我們的城鄉差距可以縮短 這裡實在跟李宴補 我做指定之後管区的醫生我們改變很多 因為我知道你看那幾條路 那些都幾年來都這樣 不是說我來做市長那條路就變賣 長久才要路就要趕快改善 所以我也很感謝議長和議會支持 我們今年的陸屏的預算 差不多五月左右 在店鋪案的時候 我們也優先來根據議員 跟我們的指教 有些路段 如果真的需要的 我們就趕快把它用得好 那金平路跟姓宇路的算已經不好了 你也知道五月底 我們會把這個間隔的交通號制 對 地上的要求是刨鋪掉 重劃 要不然它那個重疊性 光打下去真的是很危險 那個也謝謝李議員的提醒 我再請交通局 再看一下這個月 如果還月了不好 看到底是問題是處理隊 交通號制五月底 一定要把這個交通號制來做完成 那姓宇路五十四項 港厚旅的這個入口 我們會評估 是不是要偵測交通號制 因為路的地區 有一些大路稍微行 其實在交錯的時候 大家在 你就知道 我們駐車 有時候乘車 或是乘車 台車有時候沒有在看 這也是說我們館區 我們的年齡大的 還有入口的這個部分 其實我們的車禍比例還蠻高的 這個部分也謝謝李議員的提醒 比賽的部分 比賽是這樣的 那個 運發局也在這裡 交易局也在這裡 我們其實補助的這個辦法 其實跟其他縣市比起來 我們不會輸給其他縣市 但是呢 有一點倒是真的 比如說後天的比賽 如果教師公在台北還是台中 那高鐵有夠的地方 當然就坐高鐵 那教師公使用的這個交通工具是高鐵 那我們當然就是高鐵可以到 也方便的地方 那我們就用高鐵 那你如果在高鐵 就坐火車比較快 這樣就用台鐵的方式 標準來做補助 那另外其實很多的運動比賽選手 大部有很多啦 都是坐遊覽車 因為團進團出嘛 那你如果說要去宜蘭 有時候也是覺得 這樣團進團出 遊覽車去 又回來了 這樣比較方便 所以這個部分也謝謝李議員的關心 我們會把這個標準 我們再來做一個檢討 那當然 重要的是說 誠如李議員講的 我也是真的這樣嘛 運動選手 代表高雄去比賽 這我們 我們不能說 很尊重很重視 結果大家都用的 比較不好的標準 我也覺得這樣過意不去啦 所以這點 感謝李議員的提醒 我們再來做檢討 謝謝 謝謝我們市長 希望各局處 還有我們高雄市政府 能重視一下 我們北高雄的發展 好 謝謝 以上 謝謝